大家好 低调的我又来啦 老K电脑RGB升级 顺便安装散热片 那么开始啦 这是目前电脑上未安装RGB记忆体散热片以及RGB风扇的样子 里面只有库妈水冷系统的两个风扇带红光的 M2 SSD也是没有散热片的 哎,感觉空虚又寂寞 一点朝气都没有 包裹到 开箱开箱 第一个物品是M2 SSD的散热片 再来是RGB记忆体散热片 每一盒两个散热片,两盒总共四个 最后登场的是RGB风扇组 只剩下空荡荡的爆裹盒 先来组装第一件物品 本来想给他一刀的 还是用万人的双手撕开好了 出来两片像红包的铝制散热片 出来两片像红包的铝制散热片 手术台预备 手术台预备 第一步首先先把标签贴纸撕掉 好像有点难度 还是找个工具补助一下 这标签是强力教练的吗 阿嘞 这标签是强力教练的吗 阿嘞 终于撕开了 终于撕开了 等等导热电盒散热片直接贴在这一面 接着把标签贴在这一面 以防以后忘了型号 搞定 接下来 导热电灯场 撕开胶带 撕开胶带 然后对齐贴上去 再来均匀的压一下 再来撕开另一边的胶带 再来把散热片贴上去 四周对齐对准 再来把细胶皮带套上去 另一边也是套上去固定 再来 大功高层啦 现在检查一下 现在检查一下 贴的程度不错 现在换RGB记忆体散热片 先给它拿一刀 抽出来 下面的东西先放一旁 RGB记忆体散热片本体 和一些配件 和一些配件 顺便把另一盒也拆开 抽出来 抽出来 二片两片和一片单边记忆体模组条 一片单边记忆体模组条 先把电源线解开 我看一下 蓝人的浪漫登场 割的螺丝 割的螺丝起子 是能突破天际的转头 螺丝掉了 好 记忆体登场 游戏 这条记忆体模组条 本来是贴在记忆体这边的 但是我这边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 可是我这边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 我是直接贴在散热片上 虽然我的是单边记忆体颗粒的版本 但这条导热垫要贴在记忆体这边的 这是要贴在这边的 这是要贴在这边的 一样是对准贴齐 由于是全新的缘故还是需要压一下的 接着对准好之后把记忆体放上去 再来把散热片的另一片放上去 接下来把两边的螺丝都锁上去 之后确认一下两边是否锁紧 这样就完工了 再来检查一下四周是否有贴合好 现在要把原本的散热片先拆除 我研究一下怎样拆除 还蛮紧的 还蛮紧的 看来是历大出奇迹啊 果真出奇迹啦 至于这边 这边 不敢立大出奇迹了 看来要请出蓝人的第二个浪漫啦 开始加温 开始加温 有点冬筋了 继继续加温 继续加温 历大出奇迹又来啦 还是不行 好 另一边的散热片我直接破坏掉了 再来一盒 直接滑下来 直接拿起不用读系列 好啦我还是赌了 好 后面还有吗 很好空白的 好 读完了 这边步骤都一样直接快转 这次记忆体模组条我直接贴在记忆体上 一样 一样是对齐贴好 拿出导热电 一样是对齐贴好 另一边也要贴 一样是对齐贴好 掉了 螺丝孔没对好 重新来过 锁螺丝啦 完工啦 完工啦 再来一样检查一下四周是否有贴合好 嗯 OK打勾 轮到RGB风扇组出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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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丝包 魔术袋 120mmRGB风扇6颗 和我的酷妈水冷风扇同个尺寸 这是升级前的样子 总共要把六个都安装上去 安装完毕直接看效果吧 M2SSD散热片的效果 嗯 该亮的都有亮 不然记忆体就是要插好插满 不然记忆体就是要插好插满 斯巴拉西 再来一个光灯的光污染效果 很好 够污染 我喜欢 好了以上就是我这次低调的升级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掰